鳳梨 鳳梨 可以嗎 保羅 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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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陽明國祭的 鳳梨是不是 因為其實台灣的拿產鳳梨 尤其是台南關廟那邊的鳳梨 土鳳梨 尤其是金鑽品種的鳳梨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可是它的包裝很怪 跟一般不太一樣 它的鳳梨呢 這個是台灣造型的 這台灣造型不是平面的 很可愛 很可愛 台灣造型的鳳梨酥 你這樣作弊 你這樣不行 加拿店在台中 它開了半世紀了 它是非常非常老的那種烘焙店 叫阿托 光這個造型 就贏了 光這個造型就贏了 就贏了 好可愛喔 而且它的型態 我愛台灣 對 老實講 老實講 我好喜歡 老實講你知道嗎 鳳梨酥在我們所有甜品當中 就像籃球 Michael Jordan的那位置 天王的位置 只要除了他以外 無法愛動 再來評其他球員的評價 對 我覺得鳳梨酥是出來的 代表台灣第一名的 那種世界跟我們來 浩哥你今天是胖 你剛剛那個是普通OK了 而且我要說一下 有一些的土鳳梨酥 會比較酸一點 它把它 因為要讓小朋友吃也吃得開心 所以它比較甜一點點 對 重點喔 老師 你要從北北基開始還是 北北基還是桃竹苗 我捨不得吃它耶 那我從花冬去 花冬吃起來 一口口 好好吃喔 而且比想要這麼大一個 一杯 一半一半而已 對 而且比較厚 它真的是比較薄一點 它已經用這個模子 也花很多心思 非常用心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這種鳳梨酥 然後又代表台灣精神 然後又用了台灣 非常道立的 關廟的鳳梨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具有台灣特色 我送這個沒有一個人 沒有失敗過 真的沒有失敗過 絕對不會出錯 我覺得這一題的結論 應該用Paul自己說吧 好帥 這個 沒辦法 台灣味還沒辦法 因為台灣造型 這個合理合理 好 我們沒剩幾個了 剩三個 來 今天想要PK的是 年輕人進 薯片 我一定要返回玉藤 這是日本生的 好久喔 你拿出來之後 萬一等一下再出鳳梨酥 沒有 那我一個拿兩個的 對啊 鳳梨酥已經用完了 好 其實我用比較弱的來對那個鳳梨酥 對 這個薯片是現在日本最夯最夯 以前我們吃到這種 是美式薯片 美式薯片那個油味 會比較稍微重一點 這個完全沒有 剛才在錄影前 大家吃完以後 讚不絕口 我告訴你 沒有錯 他剛剛先給我吃一片 我嚇到 真的喔 真的會嚇到 我吃到的時候也是那種 整個澎湖格式 真的 對 然後一包裡面兩個 讓你方便 都不會這樣碎掉 是像我還以為是一大盒 對 然後你方便吃 不會說手上都是 來 它裡面有四片 對 其實很大一片 變形的耶 有沒有 這真的是有那種鹹味 喜歡吃鹹的這種 定定了嘛 對啊 而且這樣酥酥軟軟的 好脆喔 對 甜鹹 因為一般其他的薯片比較薄 然後那個比較厚 它是比較鬆的有沒有 對 所以它的厚度比較有 你可以吃得出裡面的那個 蓬鬆度 它裡面有 很蓬鬆 真的滿好吃 可是我也第一次吃到吃 它是日本的這樣 日本的 在海外買得到嗎 可以買得到 買得到 它也有單包 單包賣 也有單包賣 在那個機場 但是我這邊還有家運一場 另外一個薯片 也是日本薯片 我一定要精銳進出 來 老師吃看看 這是什麼 巧克力薯片 白巧克力薯片 超好吃的 這是巧克力的 它有黑巧克力跟白巧克力 它有黑巧克力跟白巧克力 這在台灣也買得到 它是兩面的這樣 對 然後它就把它進到 那個巧克力裡面 對 白巧克力 對 白巧克力 超過分的 我覺得我今天好棒 妳怎麼突然 我突然講出心裡的話 我覺得這個白巧克力 有點化蛇天竹 所以本來這個薯片 糟糕了 糟糕了 出錯牌 出錯糟了 怎麼辦 但是這個它依然是很高分 很猛啦 這個真的很猛 瞎不眼瑜這個 我覺得 沒有 沒有 老師可能是Timing的問題 Timing的問題 Timing的問題 Timing 吃完這個你還在享受這味道 你可能要先吃鹹的 再吃鹹的 對 順序的問題 撐起來 重點今天誰來PK 誰呢 我來我來 又是妳 裡面再拿鳳梨桌 我出來裡面要鳳梨桌 我帶來台灣媽媽想要撫慰女兒的心 因為其實這一個 那什麼故事一堆 這家店老闆娘 我跟你講 Eric很狡猾 他都來這種台灣 台灣然後溫情媽媽 然後什麼單親媽媽這種 因為其實這個烘焙房的老闆娘 他其實是當初為了做這個東西 其實是為了給他女兒吃 希望能夠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所以他才去研發了這樣的薯片 然後他特別從日本引進了 剛剛講的那種薯片上面 有一層巧克力的那種 技術 在抄 抄 對 抄 被他所說過真正厲害的 其實是會抄襲的人 真的 所以其實 薯片加巧克力 薯片加巧克力 不是我看巧克力 黑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他的薯片 他的那個馬鈴薯整顆 他是選用台灣 台中盛產的馬鈴薯整顆 去做切片的 你打到這麼帥 然後上面的巧克力 是選用苦甜比利時巧克力 濃濃的覆蓋成 所以他巧克力的厚度 比薯片的厚度還要厚 然後他的薯片呢 用一些脫油的方式 脫油的技術 所以讓他酥脆的口感是保持住的 剛剛保羅那個薯片加白巧克力 我覺得化舌天竹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台灣媽媽 加這個黑巧克力是 化龍點擊 真的 真的化龍這個巧克力 難怪ERICA 你會網站這麼夯 是 你那種話術真的是厲害 難怪在錄影前 ERICA都不跟我講話 真的 他被你唱 他被搞半天 被搞半天 後來才知道 這其實是爸爸做的 他就是附帶母子 附帶母子 沒有辦法 好濃喔 這巧克力好 好香 而且很厚耶 很厚 很厚 好像在吃巧克力的感覺 老實結論一下 記得剛剛那個厚薯片 鹹的鹹的 這字是說什麼 這是 美娜巧克力 美娜巧克力薯片 對 巧克力洋芋片 保羅的 你敗在話術 敗在話術 我仙公啦 敗在我仙公 真的 沒有錯 這有時候 有時候仙公後來 對 仙公 你又被抓到把柄 在那邊硬吐啊 這個不錯 厲害… 謝謝ERICA 先到 還有喔 再來 各國巧克力餅乾 大拚 厲害… 仙公要小心 莉莉亞 小心 對 這也是美國的一個媽媽 美國媽媽被走出耶 很好的 對 美國媽媽是永遠的 對 又敗地最好的巧克力 為了撫餵 拉媽媽的媽媽 撫餵到兒子的心裡 我才擔心媽媽 今天很早 爸爸就不曬了 太過了摩說 沒有 我要亂講 可是這個是 大家都知道的巧克力餅乾 這真的很好吃 真的 應該每個人都吃過了嗎 那個百事達DVD什麼都會買 那個時候都有 這DVD什麼 它那個巧克力好濃 這DVD現在是安全過關 這沙發的意思 因為這個很多 常吃 其實不錯 而且很舒軟 對 你們家的倉庫應該很多 很多 很多人就會指明要吃這個 對 很好吃 因為這個在美國是非常非常熟 那老師要拿他們東西出的 假日不曉 老師請 今天你要自己親自上陣 我留在後面 因為還有一個要先死的 唉 太難了 我今天推薦了這個呢 它其實 它叫做那個小熊 小熊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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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光造型其實就先贏了女生的心 它有什麼樣的特色 它一定要冷凍 它的這個製作過程 它必須在製作完之後 用-38度C的方式急速冷凍 通常用-38度C的方式 急速冷凍方式 只有在頂級的生鮮時 才會去做到 它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目的是為了 讓它的那個餅乾的鮮度 保持那個熊餅乾的鮮度 你今天吃了好幾頭熊 對 都是熊的熊 而且重點是這個 它其實是台灣的男生 去法國藍帶廚藝學院 學回來之後 這是沒有媽媽 對 我就講到藍帶 藍帶 好會講耶 對 然後呢 它吃起來口感 大家吃看看 其實有點像是馬卡龍 但是它吃起來 它知道老師愛吃什麼 我們聲音一下 要不要 真的很好吃 這個耳朵 它其實有四種口味 那我們今天主推巧克力這個口味 它用73%的巧克力去做出來的 然後裡面還有巧克力碎片 所以口感的 我覺得它應該是要冰的更好吃 對 它的東西要更好吃 它吃起來會很像冰淇淋 真的滿好吃的耶 中間這巧克力好濃 對 外面那東西像什麼怎麼形容 像馬卡龍的那口感 但是沒有馬卡龍的酥 對 不是馬卡龍 可是類似 有點像是小溪一點的那種感覺 然後比小溪一點更扎實一點 糟了馬卡龍 像台灣馬卡龍那種 對… 沒有倫餡 我只是持平的說OK 對啊 老師很淡定的說OK 但這一款就是老師喜歡的 那個 對啊 我扮歸代老師喜歡的那個雷洛阿片 然後也是巧克力口味的 那妳要 妳是要炒這個還是炒這個 不要亂加分 不要亂加分 雷洛卡就是尖巧 真的是 老師當我對手 是老師當要代老師喜歡吃的來 其實這麼多 對 這個雷洛阿片它上面其實有巧克 除了有杏仁片之外 也有巧克力框 所以吃蝦框 是非常濃郁的巧克力口感 你拿出這個我這個可以退賽嗎 老師堅持住 因為這個也很棒 妳也吃這個 這樣好了 因為我待會兒要拿出來的 也會嚇死人 我從小最愛的 可是這個是我的 也OK 剛剛那是舊愛 這是新歡 然後你決定好了 對 舊愛有點最美 但是新歡也不行 新歡有點最正 這一家我很愛 妳常吃 我常吃 我拿出我的舊愛 好 請 我的舊愛嚇死你喔 也是台灣的 手把手放你了 沒關係 沒關係 這也是台灣的 巧克力脆片 超可愛 美的巧克力脆片 超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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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很窮 對 然後每一次都零錢 一塊一塊收集起來 以後買一包這個來吃 真的 放在口袋裡 一邊看餐好處 一邊吃這個 它這個就跟那個科學麵一樣 一定要把它弄碎 小時候吃 黑人 我沒辦法打分數 沒辦法 兩個都愛你怎麼辦 對 你怎麼讓我吃 很漂亮 沒關係 有巧克力都贏了 老師本來就愛吃巧克力 這個 好吃 每個人都一定會吃過 一定都吃過 都吃過 每個台灣長大 美國有Oreal 台灣有巧克力吃過 對 台灣的Oreal 沒錯 然後刀在牛奶裡面 然後當脆片子這樣 非常棒 你覺得呢 自己說說 我覺得只要巧克力就贏了 只要吃巧克力就贏了 對 好美麗 好美麗 真的都很棒 好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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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這什麼 萬年不敗商品 萬年不敗商品 有什麼東西 Yumi妳要來對不對 日本的蘑菇餅乾 蘑菇餅乾 我超愛吃奶油餅乾 而且日本的奶油餅乾 都會做一口一口的 然後它現在就是很貼心 然後還搭配現在最流行的蘑菇人 在上面 蘑菇餅乾 又高雅 然後又很潮流 潮流 潮流 蘑菇餅 不能跟妳的別 那黑人哥 我的這個餅乾 聽到它的節奏 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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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冰箱打開了對不對 有冰箱打開了對不對 冰的再吃 對啊 冰的再吃 然後再打開冰箱 空間 還是沒問題 我先跟上天接指一下 很好吃 很好吃 等一下 超新的 你知道嗎 我先不說 大家吃的口感怎麼樣 但是中華隊出去的時候 都會帶一箱出去這個 這陪伴我們 每一場比賽 晚上我們都要吃這個 好啊 我怎麼樣 蘑菇要來尬一下 孔雀專屬 我來尬一下 哈哈哈哈